影连法国也不例外。 极调直笔走员工样子沙潮。 黑星企业预告。 图天骂星空,2010804.11。 电影《黑星企业》为导演尼克拉斯历史又年准备,首部指导的长片作品,灵感取自2008年法国电信大裁员,所引发的一连串员工资沙潮。 法国电信是欧洲主要电信运营商,该集团最后裁员人数高达22000人,在18个月内,有35名员工相继自杀。 最后,该集团前任总裁、副总裁、人事部总经理,已向员工实施精神霸凌的罪名遭到起诉。 这则新闻成为导演拍摄电影《黑星企业》的起点,尼卡拉斯表示,当时我和许多人一样感到震惊,才意识到,原来,恐怖管理,能真正夺走人命,造成死亡。 而故事主角爱秘密的角色原型也同样取自真人真事,她是我访谈到的其中一位人事经理。 她告诉我她如何不经有解聘的方式,逼迫员工自愿离职。 《黑星企业》剧情叙述埃森企业,是拥有9万名员工的法国大型企业。 某天以名财务分析师达玛,从企业总部顶楼一跃而下,结束了自己的生命,当劳动部介入调查,人力资源部的经理爱秘密表示,达玛的死纯粹是因为私人因素,只有爱秘密的秘书知道,达玛因为申请调职被拒一事,多次找过爱秘密,却屡遭相应不理, 才导致这场悲剧发生。